欢迎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 周六青丛则由西雅图李南堂周吉仁主任牧师分享 主题为《画腐朽为神奇》 鼓励弟兄姐妹 踊跃要跃新朋友 一起来参加 2024最长福音工具 预约美好未来礼物套族 现实与国中 内容包含刘牧师信息礼物书 随书附赠精选金句书签卡 另外还有夏凯纳质感手提袋 给BEST满满丰富的祝福 10月27日礼拜天前预购享有优惠 请洽以林书房 参加小组者预购请洽各幕区 你也想了解圣经中的生活智慧与奥秘吗? 信仰探索班天下第一书来了 时间在10月20日星期日的上午 鼓励渴望更深了解信仰的弟兄姐妹 上教会APP报名哦 我来仁清两年了 这里是我的家 有老师教我写功课 我现在数学超棒的 我来仁清八年了 在这里老师教导我 让我成为有技能的人 我现在是教会战古四字班的学生 参与在很多重要的演出 Monday Blue要不要来杯咖啡开心一下啊? 没关系我先不用 不开心一下吗? 上班一整天要不要点点美食来抚慰一下我们的心啊? 好啊好啊 没关系我先不用 不开心一下吗? 不用啊 因为这些钱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 每个月只要200元就可以让孩子下课后有地方写作业 让孩子有点心填饱肚子 有人陪伴 有人关怀 让孩子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每个月200元起就能支持人心词汇工作哦 把爱送到有需要的地方 小额定期定额捐款 每个月200元起支持人心 青年们今年绝不容错过的福音外展活动高大联合启发小组来啦 时间就在10月18礼拜五晚上 透过主题式分享一起探讨重要生活议题 快邀约你身边的朋友们 去掃描QR Code报名参加吧 专属国中生的考后同乐会来啦 时间就在10月19周六 及10月20周日 共有三个长次 鼓励每位国中学生在第一次断考后 一起来透过有趣的活动 发展潜能建立自信心 在去年六月份 我接下北投短学员领队的任务后 发现自己有太多的不足 好像每一件事都不知道该如何起步 于是在每一次RPG中带导 感谢神一步一步带领 不但完成短学计划 同工招募 还有各项行政作业 在短学期间 神也为我们带来众多BEST 同工 彼此之间也火热的服饰 感谢神 让我在这次短学中 学习到如何借着RPG 祷告来秩序它的能力 上周highlight 教会大小事 感谢神 上周犹太新年欢庆主日 由生命和艺术团队 与新酒音乐施工联合演出 带来精彩歌舞戏剧 大朋友小朋友 一同感动呈现 上帝对每个人生命的奇妙带领 天堂开party 上周举办全教会授习礼 有35位天国新生儿诞生 当天充满圣灵的同在与喜乐 也有众多亲友一起见证 生命重生的美好时刻 而双合集板桥福音中心 也于9月份举办授习礼 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感谢神 越南福音中心搬新加浪 上周刘牧师师母前往越南 参加献堂感恩礼拜 更为当地牧者同工祝福 同时也前往古之山区教会 和释牧师等传道人分享交流 祝福越南的福音工作 必要精力加倍的丰盛 2024宣教职堂任谢目标为5500万元 累计至9月29日 奉献金额为5230亿万元 鼓励弟兄姐妹持续透过 宣教任县及奉献 参与教会宣教职堂工作 以上为本周教会最新资讯 更多教会消息 请上教会官网 或扫QR code 参阅电子周报哦